我舔了那么多年的女神 终于娶到手了 我以为 我从此幸福了 却没想到 今天收到一个视频文件 我发现老婆竟然是里面的主角 真是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大半夜的 我以为你要闹自杀 结果你就在这借酒消愁 我懒得理好友的挖裤 机械般重复着举杯喝酒的动作 双目无神 此刻 脑海里回放着那个视频的每一个细节 昏暗的灯光 熟悉的房间 一对男女相互纠缠在一起 不堪入目的画面组合起来 构成了我今生的噩梦 因为视频的主角是我的老婆 我的老婆 柳如烟 背叛了我 出轨对象是我们的合租室友 林一祥 我完全接受不了 也不明白林一祥为什么要主动发给我视频 是单纯想看我崩溃的模样 还是想欣赏我对她无可奈何的狂怒 于是我只好跑出来喝闷酒 又给自己的好朋友七杨叫出来谈明了事情 却又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 七杨坐到我对面 很是自觉的给自己也开了一瓶啤酒 兄弟 不是哥们说你 有必要吗 我破口大骂 滚 你他妈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头上又没有呼伦贝尔大草原 说着我鼻尖竟有些酸涩 又灌了自己一口酒 嗨 夕阳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乐呵呵的给我倒酒 想开点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单恋一枝花 这货完全就是不会安慰人的类型 我心中的郁杰之气一点也没得到疏解 反而更压抑了 再说了 柳如烟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闭嘴 我心头火起 指着他的鼻子 说话都不利索 听 听我说 我跟柳如烟是高中同学 没有任何交集的高中同学 三年里唯一说过的话是身为英语课代表的他 找我要作业 我回答说好的 但其实我喜欢他很久了 在无人在意的地方 我默默暗恋了他整整三年 哪个少年少女没有趁着青春喜欢过经验的人呢 我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虽然家境一般 但柳如烟长得漂亮 学习又好 是班里公认的女神 班上好几个男生都默默地暗恋过他 甚至有几个胆大的公开追求过 一般来说 这种如同言情小说的现实 也总会有一个高富帅男主 林一祥就是那个高富帅 他是本地富商的独子 人长得又高又帅 打得一手好篮球 学习成绩虽然算不上顶尖 但也不差 两人称得上是我们班的雌雄双煞 记得那时候总有人猜测他们谈恋爱了 但直到高考结束我们各奔东西 俩人都没有在一起 至于我 我长相一般 成绩一般 家境一般 身材不胖不瘦 普普通通一正常人 放人群里找不到的存在 但令所有人大跌眼睛的是 柳如烟会放着高富帅不要 反而跟我这个普通人结了婚 我那时候跟人玩真心话大冒险 输了 他们让我去跟柳如烟告白 我似罪非罪 近乎呢喃 夜景透过酒瓶显出朦胧的绿光 柳如烟他居然同意了 我本来都做好被拒绝的准备了 你说 人为什么这么残忍 给了你希望 又给你绝望 七阳善解人意的说 要我帮你打开网易云吗 或者开启一某时光 滚啦 刚刚开始塑造的悲伤气凉的氛围 一下子就被打破了 我愣愣的盯着一次性杯里的酒 突然痛哭流涕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干嘛这么对我 七阳一边给我递指 一边语重心长的嘖嘖两声 主人的任务罢了 我哭得更大声了 你到底会不会安慰人啊 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啊 看清了一个人的真面目不是好事吗 七阳挠挠头 我早就跟你说了柳如烟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句话七阳已经跟我说了八千遍 我一直不愿相信 不愿深思 高考结束 我去了本地的一本 柳如烟去了外地的一个名牌大学 与我分隔两地 七阳是我的大学同学 同一个宿舍的摄友 他刚好睡我的对床 跟我一样也是本地人 我们很快便相熟了起来 我那时候刚刚跟柳如烟谈异地恋 一边努力学习 一边找了个兼职赚钱 忙得团团转 每天只是一点点 什么都舍不得买 就为了攒钱养自己的女朋友 虽然苦了点累了点 但只要晚上见到柳如烟的面 或者听到她的声音 我就会觉得这是值得的 刚开始 大家还会起哄 说我找了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真是走运 可是渐渐的 他们发现我每个月 甚至都会负担柳如烟的生活费后 便开始劝我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都打哈哈过去了 七阳每每都会用 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我 跟另两个社友嘲笑说 看着有个县城的田狗 我只会须须地踹她几脚 心里却在想该怎么挣钱 好让柳如烟能够的舒适一些 之后大学毕业 我考了两次才考上了公务员 终于拿了的铁饭碗 总不至于被饿死 而六年我跟柳如烟居然都没有分手 平平淡淡毫无波澜 事实上 我对柳如烟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印象 也说不好我在她的生命里 占据了多少地位 我们先同居吧 我去机场接她的时候 是柳如烟主动提起 已经谈了六年了 是不是该考虑结婚了呢 我心里一跳 仍觉不可思议 你确定吗 我现在没房没车的 其实话也不必说得这么可怜 我自己是本地人 父母健康 在旧城区有个老房子 去年刚签到我名下 车子就是个几万块的二手车 在柳如烟面前 我总觉得这些抬不起头来 我不在乎的 她轻轻地说 柔软白嫩的小手 放到我紧握方向盘的手上 我们两个人一起就足够了 方友 你去我吧只是这个婚 倒也没顺理成章就结成 彩礼 房子 车子 这些也不是拍一脑门就能办完的 但是柳如烟偏偏认定了我 再说我也有稳定工作 我爸妈也是拿出了钱买了新车 两家人又共同拿了钱 打算买个新房的首付 之后又商定了彩礼 这才办了婚礼 柳如烟家也是本地的 跟我家也差不多 大家都是普普通通小康家庭 谁也别嫌弃谁 婚礼就热热闹闹地办完了 我跟柳如烟领了结婚证 终于睡在了同一张床上 婚房是拿我爸妈的老房子改建的 虽然不大 也算温馨 因为还没有看下新房 爸妈暂时搬出去租房住了 看着日渐年迈的父母和温柔可亲的妻子 再想想未来的孩子 我下定决心要努力赚钱 现以一套房子为目标 但却让我意外的是 柳如烟却提出来了一个建议租房 怎么能让妈和爸两个老人在外面住啊 她如实说 爸妈体谅咱们 不跟咱们一起 你怎么真让他们出去啊 应该是咱们去外面租房啊 可是 我心里大为感动 但是想到柳如烟刚跟我结婚 就要去外面租房 再说之前打算拿来买首付的钱 都在她的手里 这有什么不行的 柳如烟居然生气了 哼了一声后背对着我不愿理我 我还以为你关心自己爸妈呢 对自己爸妈都这样 以后怎么对我啊 我急了 不是 我没这个意思 那咱们就搬出去 让你爸妈再搬回来 那好吧 我举手投降甜蜜的同时 又面临新的问题 可是打算搬哪里 我之前就已经看好了 若柳如烟这才转目微笑 拿过自己的手机给我看了几张图片 居然是双层小别墅 看到我眼睛都直了 你打算住这里 平心而论 我的第一反应是 计算现在还有多少钱能租多久 以及之后还要怎样兼职 好承担起费用 但若如烟只笑了笑 说还有两个人 是跟咱们合租的 不过是谁我还不知道 到时候再看原来是私人合租 这样费用应该也就不是很贵了 又商量了一会儿 我就把事跟爸妈说了 他们连连夸赞 若如烟真是个好孩子 告诉我要好好珍惜 这个顾家的媳妇 我自然是正经的硬了 很快我们就搬到了出租屋 也不知道若如烟 怎么让他爸妈同意的 房子是双层小别墅 位于一个高档公寓里 交通便利 绿化事宜 离我俩上班的地也很近 正是我理想的居住地点 不过搬进来后才知道 原本是要四个人一起合租的 我们夫妻算两个 但是另外两个室友 有一个突然不租了回老家了 现在就只剩一个人了 但费用仍然是分成四份 我们两人承担两份 另一人付剩下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合租的人少了 但我们要付的钱还是一样的 这室友人还挺好的 我一边嘀咕着一边收拾东西 柳如烟本来就不擅长这个 我让他先吃点东西 别太累着了 我们现在身上还有些积蓄 我之前打工赚的钱 还有打算付首付的钱 都存到了银行里 卡在柳如烟手上 密码我俩都知道 我一心期待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等我们买了房子 就可以生一个孩子 最好是女儿 长得跟柳如烟一样漂亮就好 我会把他们娘俩宠上天 我觉得我会是最幸福的人 你来啦是柳如烟的声音 略微带了几分欣喜 刚好已经收拾完了 我好奇地走出去一看 竟然是林逸祥 他比我记忆中还要高一些 仍然是高富帅的代言人 脸上依旧是自信的笑容 看到我 他眼中竟然闪过一丝得意 你竟然也在啊 啊 我只能这样回答 房友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柳如烟 笑叶如花 看起来好像格外高兴 原来林逸祥就是咱们的合作室友 以后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生活了 我 啊 那以后请多多指教了 方氏友林逸祥伸出手 强行与我握手 可是我看着他的笑容 却感觉遍体生憾 所以我早该醒悟的 柳如烟根本就不爱我 他唯一爱的只有林逸祥 是他主动提出的租房 是他选择的房子 是他心甘情愿出轨了林逸祥 是他将我的感情玩弄于鼓掌之间 还齐之如碧驴 我一开始就是一个笑话 他凭什么这样做 我气不成声 眼前因泪水而一片模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告白只是个玩笑 他拒绝就好了 又为什么要答应 还是说只是拿我当ATM机 他爱上别人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结婚 还要拿彩礼 我们打算付首付的钱 还在他的手里 我一分钱都拿不到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后来的事 我其实记得不清醒了 只记得我好像哭喊的四星裂废 一个人就喝了好几箱啤酒 在大马路上撒酒疯 一边哭一边痛骂坏女人 七杨陪我闹到了凌晨 最后应该是嫌我烦了 我最后一个印象是 迎面而来的沙包大的拳头 醒了没 别装死啊 七杨狠狠地踢了我一脚 愣是把我踢清醒了 我这才发现天已大亮 而我躺在床上 周围是陌生的景色 这是我家 你没来过吧 七杨得瑟一笑 你怎么有钱买房的 我忍不住问道 又想起那笔钱 心里仍然抽筋般的痛 我姐逼的 说再不买房 就把我逐出家门 我就咬咬牙买了 她坐下来给我递了杯水 神秘兮兮地比了个手势 嘖嘖两声 这个数呢 以后房贷可就背上了 我忍俊不惊 勉强觉得心里好受了些 可是 每当我放松下来时 我就又会想起那个视频 那个林一祥亲自发过来的视频 记录了她和柳如烟 粗鄙不堪 狂妄肆意的画面 刚刚收到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 将要面对怎样的噩梦 只是好奇 她怎么会主动找我 毕竟尽管加上了微信 但我们交际很浅 碰了面也不说话 她又怎么会 突然发给我一段视频 甚至还附带一句 偷偷看 记得戴耳机 别说哥们儿不想着你 我本能的感到不对劲 视频封面是一片黑暗 察觉不出问题 看了看四周 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同事 趴桌子上睡得正香 我默默地戴上耳机 这才点开视频 首先冲击我耳朵的是一个女人 高昂而急促的乌叶声 正是柳如烟的声音 然后是林逸祥的喘息声 小声点 妈的 接下来的五分钟 让我度日如年 几乎是麻木地 听完了整段视频 大脑甚至完全无法做出反应 只回想着一个念头 不可能 我又看了一遍 从昏暗的灯火下 分辨出柳如烟和林逸祥的脸 以及他们所行的苟且之事 整个人三观惊悔 我跟柳如烟只有一次 那就是新婚之夜 更因为她说自己怕痛 我只草草了事 就为了顾及她的感受 可是 她现在竟然在别人的身下 婉转成欢 想起这个 我就感到头痛欲裂 面容痛苦的 又瘫倒在床上 西洋赶紧替我顺气 又咋了又咋了 别自己气自己啊 有啥问题再说 人可千万没活着 你有病吧 真给我气笑了 这小子一天到晚 不盼着我好呢 我破口大骂 你别搁着给我添堵 我安慰你 你还来劲了 西洋嘀咕两声 站起来往外走 行行行 我不爱你的眼 我出去行了吧 临至门前她转身过来 认真地看着我 不过 方游 你要是走不出来 高兴的可是那两个贱人 我望着天花板 轻声道 我知道的 但其实我也没办法做什么 跟柳如烟离婚 是我唯一的勇气 掏出手机看了看 我昨晚一晚上没有归家 柳如烟也没想着 给我打个电话 我忍不住给她发了消息 在上班嘛 对面隔了很久才回复 对啊 不然呢 昨晚你吃饭了吗 不会又叫了外卖吧 没有啊 一箱做了饭连着两条消息 最好回复 嗯 我昨晚 是有事 嗯嗯 你现在要是有事就去办吧 我要工作了 发完这条消息后 柳如烟单方面 结束了我们的聊天 我无力地躺在床上 迷迷糊糊地竟然又睡着了 最后是被一阵喧闹声吵醒 是七阳的痴痛声 姐 姐 别打别打 不是对象 是我朋友 我好奇地走出房间 尴尬地发现 是一个气场两米八的女人 气势汹汹地摁着七阳锤 七阳被打得抱头鼠窜 惨不忍睹 而两人面容有七八分相似 想来就是七阳的亲姐了 姐 趁着女人愣神的空荡 七阳赶紧跑到我身边 介绍一下 这是我大学同学 方游 我跟你提到过的 就是他在我家睡了一晚 我万万没想到 他姐劈头盖脸第一句话 就是你经常跟我说的那个甜口 七阳他姐 不好意思 活跃气氛 活跃气氛 气氛用尴尬二字都不能概括 我将这一张脸 七阳赶紧拉着我俩坐下 倒是他姐大大方方地朝我伸出手 欠然一笑 不好意思 刚刚真的是嘴快了 我为我的无礼抱歉 说完还后腿一步鞠躬 没没没没事 我哪见过这阵仗 赶紧连声说没关系 我叫七阳女人笑道 七阳就是我的弟弟 很高兴见到你 七阳身材高挑 气场十足 冷烟高贵的style 容貌比柳如烟还艳丽不少 也没看出来七阳有多帅 看来父母的美貌精英都给了姐姐了 相比起七阳 七阳更冷静自然 整个人都透露着一股精英的气质 七阳狗腿般给我们都倒了水 甚至还不知道从哪里端来了一盘小点心 其实我平时是不过来的七阳微微一笑 哪怕是单纯的喝水也是极其优雅 但是昨晚我给杨阳打了二十几个电话都没人接 今早他还想要搪塞我 我这才过来了我脸上略有窘色 真是添麻烦了 不 或者说我很乐意看到七阳为了兄弟两肋插刀七月倒 放下水杯 听他说 你遇到了很大的挫折我沉默了 不知道是否该坦诚相待 能不大吗 昨晚上拉着我干了块三香啤酒 我整个人都是闭着眼睛把他拖回家的 头碰到床就没意识了七阳小声吐槽 我目瞪口呆的看着七月微笑着踹了七阳一脚 看来这小子早把我扒了的底朝天 我只好说道 是的 我的妻子 我将柳如烟和林一祥的事尽数坦白 七月时不时询问几句 更多时候是静静的倾听 看着他甜静的笑容 我的心情也渐渐平静 总之就是这样 我长舒一口气 七月问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离婚 除了离婚我也没别的能办的了吧 可是 你说过有一笔钱还在你妻子手上 就是那笔打算付房子首付的钱 七月换了一个姿势 认真地看着我 你们租房快一年了 都没有想过要去看新房吗 还真没有 钱 确实在柳如烟那里 但房子 也是柳如烟三番五次拒绝了看房的要求 理由是租房就可以满足现在的需要 又为什么要去买房呢 攒下来当备用金不好吗 看似正常 但又反常的理由 七月如此评价 一个不在乎是否有家庭房子的妻子 可以说他善良贤惠 也可以说他无欲无求 但从你妻子出轨的角度来看的话 要么是那个人给了他房子 要么是这笔钱他另有所图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根本不爱你 或者是压根没期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东西 说到这里 七月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我是一名律师 这是我们事务所的名片 虽然我不多处理婚姻纠纷 但如果你需要可以联系我 我可以向你推荐我们所里专业的律师 好的 我双手接过原来他是律师啊 怪不得看起来这么理智冷静 你是七阳的好兄弟 再说你妻子确实做的 很不道德 如果你想要离婚 我会尽可能提供帮助 文言我心里大为感动 脱口而出 如果我想要报复他们呢 空气沉寂了三秒 七月缓缓开口 故意伤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七阳大惊失色 兄弟这可不行了 违法犯罪的事咱可不能干 我哭笑不得 你们想哪里去了 我就是想着就是 我咬牙 我不能让他俩这对狗男女 就这么快快乐乐的继续生活 凭什么我要做炮灰啊 空气再次沉寂了三秒 扑 七月他居然忍不住笑了 抱歉抱歉 他赶紧补救 大悠我的脸上也不好看吧 没什么 我还以为你会对你妻子于情未了 因爱生恨什么的 是我想多了 既然你这么想的话 那也不是不可以 他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 你之前说那个男人叫什么来着 林一想 这个名字我怎么越听越熟悉 他点着下巴沉思 另一旁七阳嘴快 就是金盛集团老总的儿子 想起来了 七月这才恍然大悟一般 半年前金盛集团 因为内部不合导致收益下降 已经宣告破产了 我的同事就是清算组的成员破产了 我还在愣神 七月继续说道 本身集团就在有意瞒着破产的事 所以没有媒体报道 他们也尽量不让走漏风声 你们不知道是正常的 再说 你们会关注这些事吗 你们连市中心那里的商场 换了一家都不知道 真是合理的理由啊 我跟七阳偷偷摸摸对视一眼 揭比了个大拇指 可是林一祥在我们面前 还是很大手大脚的 我有些困惑 七阳翻了个白眼 傻啊 这不是骗你 老婆跟她继续吗 我沉默了半嗓 突然笑了 真是 绝配啊 柳如烟为了林一祥的钱 不惜背叛我 而林一祥家里早就生了变故 却还吊着柳如烟 真是绝配 你打算现在就把真相 告诉你妻子吗 七月看向我 不 我得先把婚后财产处理了 我苦笑一声 又想起那笔钱 父母替我买了车后 也没有多少积蓄了 却还是咬咬牙 又拿了一笔当首付 我不可能就这样放弃 又或许我 还是抱着虚无缥缈的幻想了 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 放心吧 我们是专业的七月说着 还俏皮的送了我一个wink 七阳差点一脚就把我蹬出了门 行了 你快滚吧 记得回家跟柳如烟摊牌啊 此时已是六七点 我在七阳家蹭了一顿饭 才离开 今天差点就算矿工了 不过我早给同事发了的消息 让他替我请两天假 又在楼底下徘徊许久 做好了心理建设 才回了家 柳如烟好像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一般 见到我很是诧异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下班时间比柳如烟的走 通常我回家后便开始做饭 而他堪称酒急残废 家务活一窍不通 如果没有我下厨 柳如烟肯定天天吃外卖 我撇了眼桌上 没有收拾的外卖包装 含糊的回答 有点是 我已经吃过了 你设美 柳如烟这才开始收拾桌子 一想还没有回来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我靠在墙上没有动作 柳如烟收拾了几下就放弃了 抬眼看我 怎么了 你有没有爱过我啊 很难想象我会说出这种话 柳如烟惊饿 好半天才回复 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怎么突然说这个了 咱们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他笑了 不知为何笑容总有些难看 收拾好东西后 他绕过我去扔垃圾 桌子上镜也干干净净 说这个怪害羞的 那你回答一下 我的目光紧跟着他 看着他去厨房洗手 应一句 或者点个头柳如烟 动作僵住了 任由水游声喧哗 过了很久才缓缓点头 嗯 我快要溢不住泛红的眼睛 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谈恋爱 就为了拿我当ATM 好当做炫耀的资本 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有办法 他看向我很是坦然的说出这句话 看来 无论男女扎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世界在我眼中仿佛蒙了一层灰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你这么理直气壮地享受我对你的好 不觉得羞愧吗 他不说话 离婚吧 我好似施了力气 经过长久的沉默后 终于吐出三个字 柳如烟快速地应了 随便 你对我就没有一点亏疚之心吗 我瞪大了双眼不可思议 你真的就这么狠心吗 真的觉得我是你照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东西吗 是你背叛了我 或者说你一开始就没打算喜欢我 那现在这些又到底算什么 柳如烟赤笑了两声 反正你现在就是想离婚呗 他冷笑着看着我 那你想这么做就做啊 我拦着你了吗 你敢说对我就没有一点的占有欲 还是你那可笑的喜欢 我提起结婚你就结啊 你说你能给我带来什么 爱情 还是钱财 你有钱吗 你这个穷 你要是有钱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 我气得目自欲裂 胸腔中愤闷直起难书 双拳紧握却无处可发 最后怒吼一声一拳打到墙上 柳如烟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尖叫声 他还觉得我不知道他跟林一祥之间的破事吗 林一祥家已经破产了 他们已经没有钱了 我真想把真相告诉他 可是心中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钱呢 我问 爸妈拿出来打算付首付的钱呢 柳如烟目光有些躲闪 又怎么 想要回去 现在就开始分财产了是吗 我怒吼一声 钱呢 柳如烟竟然低下头 好半天才说 我给林一祥了 你给林一祥做什么 我煞时间赶到五雷轰顶 他说他爸不给他生活费了 手头不宽裕 就 我就给 借给他了 你是不是有毛病 那是长辈们的心意 我痛心疾首怒斥 再说你也不想想 他既然那么有钱 还找你拿钱干什么 柳如烟居然还替他辩解 就算是富二代也会有资金紧张的时候啊 你 这个被恋爱糊了脑子的疯子 我无话可说 怒视着瑟瑟发抖的柳如烟 最终摔门而去 今天没喝闷酒 成长了 给你点个赞 七阳一掌拍在我背上 语气颇有欣慰之意 我咬牙一字一顿 滚 远 眼 干嘛 又凶我 七阳怯了一声 又叫了些小烧烤 你跟他摊牌了没有 都说了 我长呼一口气 打算要离婚了 林一想把钱骗走了 心头五味杂陈 我惨笑一声 我觉得拿不回来了 七阳一愣 不应该吧 我觉得柳如烟没这么蠢的 是不是那男人说了什么 我缓缓摇头 整个人好像失了神一般 不知道 不过我已经不在乎了 哎呀你这个情况挺麻烦的 要不你跟我姐说吧 说完还不等我阻止 七阳就给他姐打了视频电话 没想两声电话就拨通了 屏幕上出现一个脸色惨白的女人 有事 七阳嘖嘖称奇 娃姐 你的面膜真是越来越白了 比你脸还白 在平嘴就打断你的腿 七月微笑着说出威胁话语 一边接了面膜跟我打招呼 又见面了 方有爱 我只能轻轻点头 以示友好 是来找我谈你的婚姻问题 七月一针见血 发生什么了 我老老实实地将回家的事如实告知 还是更心疼送出去的钱 主要是钱没了 我爸妈肯定很难过 七月想了想 问 这笔钱是婚后给你们的吗 有明确是赠予你们其中某一方的吗 钱是婚前商定存好了的 但是在我们领了结婚证后 才把卡交给了我们 说明是让我们去买房子的 倒也没说具体是送给谁的 那这笔钱可以视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予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七月道 而夫妻共同财产未经过共有人同意 赠予他人 属于侵犯了夫妻的财产权益 可以起诉撤销赠予在返还财产的范围上 应综合考虑第三者的主观善恶 如果第三者明知他人有配偶 而与之交往并取得财物 在主观上具有恶意 那么 其还应付所得利益的返还义务 即如果接受的财物不存在 第三者返还义务却不可免除 而很明显 林一祥明知柳如妍有配偶 还与之交往并取得财物 在主观上具有恶意 所以无论这笔钱 他有没有花出去 都是应该履行返还义务的 所以 理论上 这笔钱可以追回我顿时来的精神 真的吗 律师就是强啊 恩亨七月看起来颇为好心情 有需要请联系我们事务所 把我名字打八折放心 我们都是专业的文言 我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其实你处理的挺对的 如果你真的下手打他了 反倒是你不站立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 我还以为你会骂是我没用呢 屏幕外传来女子的闷笑 我反对一切玩弄感情的行为 也反对任何违法犯罪之事 哦对了 如果你还想继续报复他们的话 我建议你从金圣集团破产入手 有了这么一个军师 我从善如流地改了称呼 月姐 你还有啥办法吗 我没法放过那对狗男女 我恨恨咬牙 七月看起来蛮受用的 想了想后到 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说 林一祥光明正大地露了视频发给你 真要追究起来你可以报警 这虽然称不上犯罪 但是涉及违法 并且也侵犯了柳如烟的隐私权 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 我个人觉得 当务之急应该是离间柳如烟 跟林一祥的关系 毕竟两人的链接点是钱 但现在这个点已经断了 那么从前出发 所以我认为 如此这般 如此那般 七月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何可行 且完全不触犯法律的报复方式 听到我跟七阳一愣一愣的 直到他说完都开始休息了 我俩才回过神来 七阳心有余悸 姐 你平时搞我的时候 可比这个善良多了 这 这能行吗 我还在想他刚刚说的法子 事情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刘姐 理论上可行 那我试一试 我已经下定决心 绝不能让这两个狗男女好过 你要追回钱财 那就要起诉 我就不替你 你一个离婚协议数了 七月到 等你拿回了钱 大仇得报 再离婚也不迟挂了电话 我突然觉得又有了希望 看着漆黑的天空 长出一口气 心里回想着七月所说的方法 七阳一边吃着烧烤 一边含糊地问我 那你还助我呢 嗯 麻烦你了 我忍不住拍了拍他的呗 嗨 都兄弟 说什么七阳对我几没弄眼的 不过 我姐之前说的是真的 老城区真的要拆了 我叹一口气 这我哪清楚 因为城市处于发展期 老城区那一片 就显得有些尴尬了 年年说要拆 年年都不拆 今年也一样 早从年初起 就有一阵风说 老城区要拆了 可都到了年中了 也只是一阵风罢了 而这件事 跟我也有点关系 毕竟老房子就处于老城区里 房子正在我名下 他一提我就又想起来 柳如烟有一段时间 对我颇为殷勤 吓得我受宠若惊 只可惜过了没多久 就又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女神 挺让我摸不清头脑的 而七月所说的计划 正好跟这件事有关 跟柳如烟摊牌后 我决定实施复仇计划 第二天在他上班的时候 我返回了出租屋 确认林一祥也不在后 回房带走了我的 全部私人用品 总不能光用七阳的 首付钱是存在银行卡里 柳如烟只会通过转账 将其转给林一祥 而我又没办法查询 他的流水记录 七月说可以推荐一个律师 替我处理 去法院起诉离婚 立案后代理律师可以查询 于是我买了礼物 抽空去拜访了这位刘律师 跟他说了相关事宜 并决定过几天 就去法院起诉离婚 但在离婚之前 我要先报复这一对狗男女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听着柳如烟的声音 我的反应却很淡然 有事吗 你真打算离婚 不然呢 我反问 难不成你还对我有什么感情 女人的吃笑声传来 想多了 或者是说 我们也没有什么夫妻 共同财产要分的 你有空回来一趟 把协议书签了吧 没有要分的 柳如烟 你脑子糊涂了 首付钱呢 我记得可有15万的吧 也有我爸妈处的一多半 这笔钱是爸妈 在咱们结婚后才赠予的 你说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才到 但我已经把钱给了一翔了 你别去找他的麻烦 听见柳如烟这样说 我心中竟涌上一阵酸涩 为什么不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 我告诉你 协议说我不会签的 因为我们要走的是起诉离婚 这笔钱我一定会拿回来 你 他竟然还有脸发怒 你先别着急发火 我先回去跟你好好掰扯掰扯 我快速打断他 林一祥现在不在家吧 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 你问他干什么 你想做什么 钱我可以不追究我道 但我要单独跟你谈 一小时候我跟柳如烟面对面 坐在沙发上 各自脸上都不太精彩 其实这个钱我不是很在乎 虽然我爸妈拿了九万 我低着头摆弄手机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你想借给他就借给他 拿不回来也算了 柳如烟不屑地冷笑一声 并不做他 我还是希望咱们早点离婚的 我抬眼看他 毕竟 等拆迁款下来了 我不想分你一半 他的表情立刻僵住了 手有些不自然地抓着衣袖 你在开玩笑 他的举动立刻就让我明白了 柳如烟原来肯定知道拆迁的事 但后来有人跟他成亲了 我骗你干什么 我要想骗你 直接签了协议不就好了 还说出来等着你死皮赖脸 缠着我拿钱 我的反问让柳如烟哑口无言 那 你 他缓缓到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闭上眼 长叹一口气 过了许久才到 因为我还爱着你 不知道柳如烟有没有触动 但我的戏还要继续演下去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 你不是说我给不了你什么吗 现在我有钱了 柳如烟我睁开眼 用尽一声最柔情看着他 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吗 柳如烟也静静地看着我 最后却扭开了头 冷淡地道 别骗我了 拆迁什么的 根本就是假的吧 我保持神秘的微笑 可手心却有些发汗 怎么这么说 拆迁的事我早知道了 喊了好几年也没见动弹 今年就这么凑巧 他双手抱胸 面无表情 你把这件事说出来 真的觉得我会因为回心转意 和我笑着摇了摇头 向他伸出手 协议书呢 干什么 签字 免得你再惹出什么事来 他静静地看着我几秒 快速从茶几上拿出一份协议书 又甩过来一支笔 我草草翻看了几下 就赶紧俐落地签了字 放下笔 我想说什么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没管柳如烟的反应 我摆了白手 示意他别说话 走到阳台处 这才发现居然是我妈打来的 喂 妈我的话语被妈妈激动地打断了 儿子 老程区要拆了 我 啊 我听见柳如烟起身的声音 真的假的 要拆了 谁跟你说的 我连忙问道 政府人员呀 刚刚有个人上门来说了 妈妈依然喜出望外 公告都已经发了呀 我微信转给你看哈 之后肯定还会有人联系你的 浑浑噩噩噩地挂断电话 我跟柳如烟面面相去 方游 我突然笑出了声 刚好是这个时候 刚好是这个消息 什么复仇 什么离婚 都见鬼去吧 就让柳如烟跟林逸祥两个人双宿双飞吧 我不在乎了 我欣喜若狂 甚至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下意识就想离开 可是柳如烟也几乎是瞬间就抓住了我的衣袖 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几天前 七月说她的计划时 曾看向我说 其实里面还有个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老城区真的要拆了 真的 我跟七阳皆大吃一惊 今年的风刮得格外紧 越演越烈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 不过也可能是假的什么的 七月耸了耸肩 我只是说一个可能性嘛 别这么激动 七阳对了我一下 哎 要是真拆了 你咋办 我呢呢 不 不知道 要是真拆了 那你就想想 前跟复仇哪个更重要 前跟复仇哪个更重要 现在柳如烟抓着我的衣袖 却好似有些手足无措 我静静地看着她 在她终于忍不住抬头看我的时候 握住了她的手 我只知道 柳如烟仿佛打开了什么开关一样 柳如烟的眼泪竟然在刹那间汹涌而出 她扑到我的怀里抱住我 声音哽咽 乌方游 其实我是有苦衷的 我知道我知道 我也紧紧地抱住她 安慰着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爱我的钱 对吧 发生了这件事 也不过是给复仇计划上了一道保险栓罢了 刚好让这两人一步步落到陷阱里 我安慰了她好一会儿 甚至抱着她说了好多条情话 这才让她指了眼泪破涕微笑 之后咱们就买个房 有庭院有阳台的那种 再养个猫或者狗 你想养多少只都行 你要想生个孩子 我全包了 肯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花大饼这种事我张口就来 绝对能让她被饼砸死 柳如烟脸上也流露出一份向往 羞懒地吹了我一下 讨厌 我微微一笑 顺手把离婚协议书撕了扔到垃圾桶里 还是得委屈你再住几天 等买了房装修好了 咱们就搬进去柳如烟点头笑着说好 这时我掏出手机 哦对了 林一祥之前 她怎么了 她几乎是肉眼可见的紧张了起来 她之前给我发过一个视频 你要不要看看 没有管她瞬间发白的脸庞 我点开她的视频 甚至刻意把声音放到最大 羽然那兴奋激动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房间 柳如烟的脸由白变黑再变绿 最后被惊恐占据 方游 方游 你听我解释 你 她哭着抱住我的胳膊 都是林一祥逼我的 我真的没有 这就是你的苦衷吗 我面无表情地把手机推到她面前 你俩玩挺大啊 录视频 还发给我 这事你自己知道吗 柳如烟急忙否认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听我解释 都是林一祥逼你的 没错 都是她 你其实一点也不爱她 不爱 我一字一顿 你俩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 柳如烟目光有些躲闪 抓着我的手也忍不住松开了 说啊 大学时候 她带着哭腔道 她就 她就经常来骚扰我 我的心中不禁涌上酸涩 五味杂陈 真的是骚扰吗 还是心甘情愿呢 方游 是我错了好不好 是我错了 柳如烟还在道歉 甚至直接抱住了我 生怕我拒绝一样 我深吸一口气 我可以原谅你 真的吗 柳如烟大喜过望 但是 你借给林一祥的钱 必须再拿回来 那是爸妈给咱们买房子的钱 我按住她的肩膀 四目对视 我看到她毛子里倒映出来 我严肃认真的神情 她一口印下 好 没问题 钱是三个月前 林一祥在微信上发消息借走的 总共15万 柳如烟一口气通过支付宝 全转给了她 虽然柳如烟书是借出去的 但一来聊天记录只显示 林一祥已要的名义拿了钱 二来她没有任何要还钱的意思 想来她也是软饭硬吃罢了 就柳如烟傻傻的认为 她会带给自己幸福和钱财 微信消息和转账记录 让柳如烟截图后发给了我 内容大致是 林一祥因为各种原因要借15万 而柳如烟纠结了片刻后就转账了 而这两人甚至提到了 不要告诉方游或是方游不知道吧 我看着消息 冷冷一笑 心想现在我知道了 又将一些证据全部打包发给了刘律师 她看过后说差不多足够了 足以能够证明柳如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未经我允许 却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予出轨对象 她将会在一周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让我注意休息 胜诉的几率很大 我终于放松了下来 柳如烟还有些坠坠不安的看着我 我却懒得给她任何眼神了 其实还有一件事瞒着你 柳如烟抬头 眼里满是疲惫 什么 林一祥家早就破产了 你知道吗 我扭头看她 淡淡一笑 我认识一个律师 她就是清算组的成员 你不信就给林一祥打电话 柳如烟嘴唇颤抖着 掏出了手机拨打电话 喂 林一祥的声音无比轻松 柳如烟 有事 你现在在哪 柳如烟勉强扯出几分笑意 在工作啊 怎么了 她的声音不自觉地低了下去 你为什么把视频发给了方游 视频 哦 她跟你说了 对方根本没有遮掩的意思 相反十分大大咧咧 满不在乎 就是发了 你不是说已经溺烟了 想跟她离婚吗 我就推你一把咯 柳如烟慌乱地看了我一眼 话语听起来像是要哭了 可是你干嘛发给她 发给她怎么了 你不就是想要离婚吗 你离了我再娶你不就好了 林一祥似乎也察觉到不对 疑惑到 你又怎么了 柳如烟抱起怒吼 你拿什么娶我 你家里已经破产了 你说什么呢你 林一祥应该被吓了一跳 怒气冲冲的道 你别骤人 说谁破产了 你别骗人了 我都知道了柳如烟泪眼朦胧 你其实根本就不想娶我对不对 你一直都是在骗我的 你之前许诺的东西都是骗我的 她跑到阳台跟林一祥吵架去了 我拿起外套离开了出租屋 三天后开庭 由于柳如烟的作证和她提供的证据 我胜诉了 法院判决林一祥归还从柳如烟那里拿走的钱 其实钱林一祥早就花了 她家里虽然已经破产 但人却奢侈依旧 也不知道她要怎么海上这笔钱 出了法院 我看到柳如烟与林一祥相看两相艳 竟有些好笑 方有 柳如烟见到我忍不住扬起了一个笑容 跑过来轻易地揽住我的胳膊 我们现在回家嘛 我没答话 只是看向林一祥的方向 她察觉到我的目光 也只能愤愤地脆一口 却无计可施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说道 你少得意 林一祥露出我熟悉的愤怒 却无力的表情 别以为就这样结束了 我点点头 深以为然 确实 还没有结束那一把拽下柳如烟揽着我的胳膊 将她往林一祥的方向一推 我对上柳如烟惊恶的眼神 语气平淡 先不用回去了 柳如烟 接下来是我们的离婚诉讼案 等离婚再说吧 什么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哈 林一祥终于发出一声冰冷的嘲笑 阴阳怪气地道 柳如烟 人家早就看不上你了 你还等着要做富婆呢 柳如烟猛地扭过头怒吼 你闭嘴 为什么 方游 为什么要离婚 说吧她已经泪眼汪汪 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是我哪里做得不对吗 我哪里做得不好 曾几何时 我也在酒精的作用下 痛苦地说过这种话 如今看来全都是天道好轮回 柳如烟 你摸着自己良心好好想一想 你真的爱我吗 当初你跟我在一起 又跟林一祥纠缠不清 不就是为了钱吗 你现在不想离婚 不就是想要分到拆迁款吗 我一字一顿 看着她渐渐发白的脸庞 心中却没有付出的快感 紧接着就是我跟柳如烟的离婚诉讼 因为我手里掌握着柳如烟出轨的证据 离婚诉讼她一点胜算都没有 迎面全都在我手里 婚姻存续期间柳如烟出轨 我完全可以让她近身出户 她纵然想挣扎逃避 在强大的诉讼和满失证据的情况下 她一切反抗都将徒劳无功 而且 拆迁房是我的私房 故而属于我的个人财产 无序分割 本身婚后我们也没有多少共同财产 唯一就是那个已经借出去的15万 判决暗婚前两家各出的钱款分割 柳如烟哭天喊地 甚至跪下来求我的原谅 我只冷眼旁观 拽着她当天就去了民政局办了离婚证 是的 出门前我就已经拿上了所有的证件 就为了快刀斩乱麻 一口气半晚 之后我干脆利落地拉黑了柳如烟 和林一祥的所有联系方式 突然感到全身轻松 做了几天的思想准备 我才将事情告诉了爸妈 跟他们说了 我跟柳如烟从恋爱到离婚的七年 说了我七年来的心理变化 说了柳如烟对我的背叛 讲到伤心处不经落泪 我的父母自然很心疼 更尊重我的选择 至于柳如烟那边怎么样 就跟我无关了 虽然拆迁款还没有下来 但我第一时间请七阳和七月吃了顿饭 饭桌上我举起酒杯 这一杯尽我月姐的聪明才智 承接了那对狗男女 七月同样微笑着对我举杯示意 一饮而尽 这一杯我也一口干了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敬我的好兄弟七阳 而且你是真的有一个好姐姐去你的 七阳笑骂一句 但我能看出来她是由衷的为我高兴 恭喜你脱离苦海酒过三巡微醺之际 七月与我碰杯 举止优雅 还是谢谢你的帮助我看着她道 没有你 我也想不到离间他们 也就没办法让柳如烟自愿提供转账的证据了 她好像是笑了一下 你们男人呢 有时候就是不拘小节 或者说是神经大条 我跟你说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我感叹般长舒一口气 谁能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呢 计划的核心在于柳如烟对钱的贪婪 一开始也只是想假装有拆迁款来哄骗柳如烟 好拿到她转账的证据 但谁都没有料到今年老城区既然真的要拆了 拆迁款就这样变成了现实 也给计划上了一层保障 后续发展变格外顺利 柳如烟一听说有了钱果然就贴了过来 再加上之后林一祥破产的真相 她一下子就崩溃了 完全接受不了自己傻傻被欺骗的事实 只能抱住我这个大腿 帮着我打赢了官司 然后再跟我离婚 至于林一祥为什么要给我发那个视频 我猜也是为了逼柳如烟跟我离婚吧 而最终目的 其实是想要跟柳如烟结婚 毕竟她家已经破产了 但曾经的富二代怎么能忍受这个现状呢 先不说钱 单说结婚一事 她看不上其他的女人 柳如烟自然是最佳选择 或许她是真心想和柳如烟结婚的 但这只出于生理需求 而柳如烟也是为了生活需要 就让他们互相纠缠去吧 我坐在座椅上 一手拿着啤酒瓶 跟朋友放声高歌 心想 再没有什么能束缚我了 全文完